隨著人口怒化,預計10至15年間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人數 將會大幅上升2至3倍 現時每10位70歲以上的長者 就有一位患有認知障礙症 85歲以上的發病率更加高達三分之一 由此推斷,將來可能每一個 家中都有一位認知障礙症患者 情況是不容忽視的 認知障礙症並非正常的怒化 而是因為患者的腦細胞出現病變 而導致認知功能衰退 影響了患者的記憶力、專注力 或者判斷力等等 引致患者產生不同的行為和情緒問題 例如會重複問問題 忘記一些重要的事情 通常患者都不會察覺自己有患病的傾向 即使家人指出問題,患者也會否認 往往就會引致家庭的爭執 患者也會覺得不被信任而變得情緒化 脾氣暴躁 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大腦認知功能出現問題 身體機能仍然會正常 所以很多初中期的患者 他們仍然行動治癒 所以會有走失或者煮食後忘記關牢的情況出現 家人或者照顧者最大的困難不是體力的問題 而是來自確保患者24小時安全的心理壓力 負面情緒或者與患者爭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只會令雙方關係更加惡化 照顧者應該先加深對認知障礙症的了解 學習和患者的溝通和照顧技巧 其實患者很多行為問題的原因是因為認知退化 而不是故意和我們作對的 照顧者不妨停一停 理解患者產生行為問題的成因 例如部分患者會經常在半夜 家人入睡之後就離家走失 背後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想去洗手間 由於認知障礙症患者 他們不懂得表達自己的需要 在漆黑的環境裡都難以應勞 所以有時會開錯了門而意外離家 家人只要在洗手間留一盞開著的燈 患者就容易找到地方 只要我們花多點心思去觀察患者的需要 預先做好準備 其實是可以避免意外發生的 認知障礙症的病齡可能長達十多年 現時仍然未有方法治癒 不過只要透過藥物和非藥物治療 加上家人的正確照顧技巧 可以有效延緩病情 令患者和照顧者的生活質素 都能夠得到改善 其實社區現時有不少 專門提供認知障礙症相關服務的機構 例如日間中心 照顧者互助小組等等 只要你肯求助 相信一定會找到幫忙的 照顧路上充滿同路人 你並不孤單